现在两岸的情势很紧绷 国防部也公布了在昨天跟今天24小时之内 争获总共共击36架次 也创下今年的新高 其中辅战机跟无人机闯入北部空域 就离基隆最近的一次只有42里 就在同一天 去年成军的玉山舰也首度靠泊花莲港 支援东部作战的能力 而在台东的部分则是有民众发现了 空军泰马里靶场 出现大批中科院的人员进驻 有专家分析说 这一次是无人机锐渊二行 正在进行一连程的测试 万顿型两栖船物运输舰 清晨停靠花莲港 吊车协助运送物资均仅在旁沿阵一带 去年成军的玉山舰首度陷宗花莲 庞大的船身吸引不少早起民众的目光 三岁的拍照一下这样子 玉山舰为海军现役第四大舰艇 长153公尺宽23公尺 排水量1600吨 可赞运两架UH60M运输直升机 两栖舟车雄风飞弹发射车等 可支援外岛兵地作战 具有逆踪型外观等特殊性能 去年六月成军后 海军要求近期完成环岛试航任务 22号清晨6点多勃靠花莲港测试支援东部作战能力 他会到各港口去做所谓的试航验证他的可行性 那当然这也是考验这个船长的操见技巧 应该是东科研新研发的无人机还是什么 蛮特别的 而在台东空军泰马里拔场 民众发现里头停放一架银灰色的外型无人机 不仅在跑道边搭起帐篷 周围也设置货归遮蔽相当神秘 传出一次是美方MQ-9B死神无人侦察机测试 但专家认为不可能是美方装备 他其实还是不脱这个瑞渊无人机的一个样态 中科研的例行性来测试他们的无人机 由中研院自制的瑞渊无人机二型比一型 征搜能力追尖能力更好 两岸关系紧绷尤其在22号上午6点前的24小时内 再度征获共机36架次 创下今年新高 其中战斧及无人机闯入北部空域 更是距离基隆最近只有42里 国防部强化东台湾战力部署做好防备 结果欢迎台东综合报道